各位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郭大開講 今天郭大跟大家分享的是 康斯登全新推出的一系列 自動上年頭分的萬表 照例我們在聊表之前 先做一點背景介紹 那麼成立於1988年的康斯登 創辦至今剛好35週年 創辦有一個很棒的宗旨就是說 可觸及的奢華 他希望能夠利用 一般普羅大眾可以接受的價位 提供品質很好 然後有特色 精準可靠的高級萬表 好那為實現這樣的目標 康斯登在2001年 開始跟瑞士鐘表學院 還有瑞士工程學院 合作研發自制機心 很快的三年後 2004年 康斯登就推出第一款自制機心 型號是FC-910自動機心 再經過四年以後 很快在2008年就推出了 一個自有的自動上電 頭部臨機心 型號是FC-980 也就是我們現在這一款 頭部臨萬表所使用的機心 那當然這個後續有經過一些修改 經過一些微調 2008之後到今年2023呢 我們去回顧一下 從2004年到今年2023 其實接近20年的時間 這段期間裡面 康斯登一共研發出 30款的自制機心 那可以說這個成果很豐碩 剛剛講過說 今年是創辦35週年 其實也是2008年 頭部臨機心首次問世以後 到現在15週年的紀念 再加上今年3月下旬 在瑞士所舉辦的 Watch and Wonder表展 也是康斯登這個品牌第一次參與 好那麼也是因為 這麼多值得紀念的年份啊 康斯登在今年 WW表展裡面呢 就發表了郭大手上這一款 全新改版的 限量的自動商電頭部臨萬表 這個是貴金屬版本 後續在最近呢 又推出了兩款金剛版本的 一樣同樣是限量的 自動商電頭部臨萬表 這兩款是一個分別是銀色面盤 還有五葉藍的這個面盤 整個系列呢 一共有三個錶款 那這整個所謂限量版 重新打造的 頭部臨萬表呢 那到底跟08年第一代 有什麼樣的改變進化 郭大心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那改變的地方 第一個 錶殼尺寸從過去的 42mm 改成39mm 這樣的改變當然 一方面是潮流趨勢 現在就是稍微往 40左右的尺寸 比較集中一點 有縮小一點點 但我覺得更重要的地方在於說 過去錶殼比較大 那六點位置的頭飛輪 就會離這個邊緣比較遠一點 然後靠近中心點比較近 因此這個頭飛輪的位置 不是那麼恰當 好像離錶殼比較遠 離中間比較近 就有點偏斜 那你看喔 這個錶殼經過縮小以後 它這個位置 就落在中心點跟這個六點位置的中間 這是一點 第二點呢 初代的版本呢 它面盤採用了這個機殼雕花 然後多層次的科爾文 羅馬字的石標 然後寶機式的指針 再加上這個所謂的開心裝置 那過去的這個開窗呢 它是用一個像豆點的符號 那個尾巴就是連接到 錶盤的這個甲板上面 那甲板經過任何波紋啊 又鎖上兩顆這個藍鋼螺絲什麼的 就是說有點多餘啦 就整個面板上很多裝飾 那當你元素太多的話 你的頭飛人的重要性就被稀釋掉了 反觀這種新的版本你看就很簡單 把這個過去的豆點符號 改成一個圓形的符號 所以那圓形就是一個很中規中矩的 的一個樣式 也很耐一看俊勇的一個樣式 再加上它的漸形石針 這個線形的石標 就很單純的錯落在這個 它的面板上面 那完全去凸顯出 陀飛人的美感跟它的重要性 完全讓人家耳目一新的感覺 一眼就看到 這個陀飛人的律動很漂亮 過去初代版本呢 那個時候康斯登可能比較 沒有那麼充分的自信 寶機式的風格啦 寶機字體啦 然後寶機針啦 然後機殼雕花 其實你把LOGO拿掉 每個品牌都做得出來 這種新的版本就覺得 你看它整個自信風格都出來了 然後有自己的美學想法 有自己的設計理念 我感覺 這整個風格的蛻變呢 就好像 你從青澀的少年 轉變成為一個成熟 有自信 充滿內涵的一個大人 我真的覺得 這個展現出來的整體的美學 設計感真的很棒 看完了外部的美學跟改變之後 你們要照例翻到表背來 來欣賞一下這個 FC980的自信機芯 欣賞點也蠻多 第二個我們可以看到 全鏤空的自動盤 它這個四分之三甲板上面呢 充滿了很細膩的 經過手工泡膜的這種波紋 上面眷刻了 這個機芯的所有資訊 那我們從這個機芯也可以看到 一些高級機芯的規格跟風範 這個邊緣的打磨倒角做得很不錯 所以全鏤空刻製的自動盤 然後另外有波紋打磨的甲板 然後邊緣的倒角 再往裡面看呢 底盤也做了很密密麻麻的 珍珠紋的原點修飾 光是欣賞這個機芯的這些手工藝 真的很滿足 有一點奢華感有沒有 好那我們再去看一下它的性能 這個機芯採用的是4Hz的贈品 也就是每小時28800轉 這個在頭部人機芯裡面算是高速的 那我覺得最重要就是說 如果你很要求要精密對死的話 它有停秒功能 因為陀飛輪其實這個整個行動機構呢 是組建在秒針輪 也就是示範車上面 陀飛輪如果要做到停秒的話 其實是一個浩大工程 康斯這款自製的FC980 它有停秒 所以可以讓你精確對死 好那整體經驗欣賞完以後 當然最後我們看到 這個陀飛輪機構有幾個特色 剛剛有講到不管是不鏽鋼版本 或每個人版本它都是限量款 限量款除了說這個數量稀少的獨特性以外 很多表組也希望它外在可以顯現一些獨特感 那我覺得它就做得不錯 因為你看到它在頭部人群眾機構上面的軸心 就眷刻了它是編號第幾號 而且這個編號會跟你背後的限量編號做對應 這種所謂對應再加上這個所謂限量證書 這其實是很麻煩的 這個也是給人家一種獨特尊貴的感覺 這很棒 而且是用刻制的方式 這第一個就讓人家有很好的印象 第二個是這個所謂的開心視窗 從逗點感到暈點以後 我覺得一個很棒的做法是 像玫瑰金版本就會用一個金色的圓形的框 把整個頭部人框起來 這一方面是去凸顯出這個機構的重要性 讓它更醒目 第二方面其實它是這個頭部人的框架 也就是上層的支架部分 我覺得這個做法也很巧妙 那如果你是不鏽鋼版本的話 它就是一個白色金屬去做這個圓框 然後做成頭部人的支架 這個我覺得也是 康斯登頭部人一個很巧妙的設計跟安排 第三點我們再往這個頭部人機構的內部來看 它所採用的是細材質的行重輪跟行重差 它會產生兩大優勢 因為我們知道細材質是一個很堅硬 然後不帶有磁性的一個材料 所以第一個它很防磁 第二個它幾乎不需要使用到潤滑油 因為它的硬度很高 它的摩擦係數接近於零 所以你如果不需要潤滑油的話 就是你可以拉長你的保養期間 期限至少可以延長到十年以上 而且你不會產生潤滑油乾掉 或者說太稀薄或潤滑不足等等 這些所產生的問題 尤其頭部人機型跟一般機型不一樣 如果你要拆要保養幹嘛的話 它所產生的費用一定遠高於一般的自動機型 最後一點頭部人它是把整個行重機構 放到四番車上面做旋轉 你就可以看到 它一定會有一組行重叉跟行重輪 是架在這個框架的某一側 那如果這樣子它轉起來 因為這一側有架住了行重叉跟行重輪 所以這次就會比較重 那另外一側是空的 所以它就會比較輕 這種重量不平均通常是導致不夠精準 長久運行以後會產生磨損 軸心會損壞的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為了改正這個缺失 康斯登特別發明了一組 所謂重量平衡系統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它在行重輪的相對位置 它在對面有一組所謂的 智慧螺絲調教系統 這個智慧螺絲它中間有個空隙 它其實是有套筒 套金屬筒進去 那你如果說不夠重的話 把金屬筒再多套一個 那如果過重很簡單 把這金屬筒裁切掉一些 或者換成小型的金屬筒 所以就是靠這樣子去做微調 讓它調到兩邊的重量是一致的 百分之百的相同 讓它整個運轉起來 既順暢又精準 這就是所謂的智慧型調教系統 這種調教 其實許多高級品牌也都沒有 這是這款FC980最用心的地方 我自己覺得 好最後我們簡單看一下 郭大手上這一款就是 利用18K玫瑰基材所打造 然後配上黑色的面盤 然後金色的石標跟指針 再加上金色框的駝飛輪裝置 這個是限量150枚 定價868,000 那其次還有這兩款 不鏽鋼材質是後續才問世的 郭大左手邊一樣 採用39mm的不鏽鋼錶殼 搭配上銀色面盤 右手邊一樣是 錶鏡39mm不鏽鋼材質 去搭配五葉藍的面盤 我覺得各有千秋啦 五葉藍的面盤去搭配白色金屬的 這個線型多切面的石標還有指針 它有一種反差的作用 感覺這個石標跟指針都非常的耀眼形目 然後可以完全襯托出 6點鐘那個旋轉駝飛輪的 這個中搖性跟工藝價值 那左手邊銀色面 這個就感覺整一體一致性比較高 比較協調 那背後你去透過藍寶石水晶鏡面 都可以欣賞到FC980的機型 那不鏽鋼版本的 不管是銀色面或者五葉藍的面盤呢 他們都各限量350支 定價台幣498000 好 那麼以上跟大家報告到此 歡迎任何問題底下留言 我們下次見 掰掰 等等 Federation 我們會不會通常在對方的範圍裡 嗨 放回去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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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